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讲的故事的主人公就遇到了这类问题 他在教会负责事务工作 看到一个弟兄尽本分应付糊弄不负责任 想指点揭露他的问题 但怕这个弟兄说自己太严厉、人性不好 就不愿意指点 甚至采用霍西尼的方式解决 后来他读了神的话 明白了到底什么是人性好 也认识到尽本分总维护自己的脸面地位 是什么问题 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他是怎么经历认识的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丽丝的故事 丽丝在教会里负责事务工作 罗杰刚操练 对事务工作不熟悉 丽丝就耐心地教他 一段时间后 基本的工作罗杰知道怎么做了 丽丝就给罗杰安排了一些工作 几天过去了 当丽丝检查罗杰的工作时 发现保管书籍的一些人员选得不合适 还有些新人没给及时发放神话语书籍 这些情况 罗杰都不掌握 了解到这些啊 丽丝语气变得严肃起来 问罗杰 这些工作为什么没有做 罗杰说 真的不好意思 最近我上班忙 没有检查这些 有的也跟进了 罗杰说着各种理由 丽丝心里的火 蹭蹭地就上来了 想点点她的问题 让她反省自己 对待本分的态度 但话到嘴边 又咽了回去 如果对付弟兄 弟兄会不会觉得 自己太严厉了 这刚配搭 就给人家留下个不好的印象 弟兄会不会认为 自己不好相处啊 丽丝转换了说话方式 清了清嗓子 原本严肃的脸上挤出笑容 语气柔和地对罗杰说 弟兄 事务工作也很重要 如果耽误了 就会影响到教会的工作 希望你能理解 你上班忙 我也能理解你的难处 希望你能尽力去做好 交给你的工作 如果你忙的话 也可以告诉我一声 我可以去做 弟兄愧疚地说 姊妹 抱歉 这是我的问题 我会改的 听了罗杰的话 丽丝心里有了一丝欣慰 心想 看来语气柔和 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这样说话 既不伤弟兄的脸面 还让他感觉我好相处 这不挺好的吗 几天后 丽丝了解到罗杰对待本番的态度 还是比较轻慢 没怎么跟进工作 丽丝想对付罗杰 但转念一想 前几天刚点他的问题了 如果我再去找他交通 他会不会觉得我烦呢 再怎么 也得有个缓和期望 实在不行 我去做吧 丽丝没有去找罗杰 而是自己主动把工作揽了过来 时间过得很快 一晃一个月过去了 一天 丽丝问新人露娜姊妹 罗杰最近做工作很拖沓 你知道他遇到什么难处了吗 露娜一脸沮丧地说 我和罗杰交通对待本番的态度 可他总说自己上班忙 没时间 听到这个消息啊 丽丝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心里默默地向神祷告 寻求该在这事上学哪些功课 过后他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外邦人都凭撒旦哲学活着 都做老好人 谁也不得罪 你来到神家读了神的话 也听了神家的讲道 为什么不能实行真理 说心里话 做常识人 为什么总是做老好人呢 老好人只维护自己的利益 不维护教会的利益 看到有人作恶 损害教会的利益也不管 就喜欢当老好人 谁也不得罪 这就是不负责任 这样的人太狡猾 不值得信任 对照神话揭示的情形 利丝认识到自己就是这样 凭撒旦的哲学活着 处处维护与人的关系 做人眼中的好人 看到罗杰耽误了工作 想点点他的问题 但生怕罗杰对自己产生看法 在人心中 落得一个不好的评价 就不值点 不帮助 自己作为负责人 理应维护教会的工作 却为了维护在人心中的好形象 没有尽到该尽的责任 没有一点正义感 利丝在脑海中 一遍遍揣摩神说的 这样的人太狡猾 不值得信任 他感到扎心难受 原来自己的所作所行 在神的眼中 是被验证的 于是 利丝开始反省自己 为什么会身不由己地 维护在人心中的好形象呢 是什么思想支配的呢 反省中 他看到一段神的话 全能神说 家庭对人的熏陶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这里面的名言名句有很多 比如 人过流名 艳过流声 家里的长辈 父母 是不是常常说这话 告诉你 人得为明活着 人这一辈子 不为别的 就为在人中间 留个好名声 留个好印象 到哪儿多说拜年话 多说恭为人的话 与人为善的话 不要得罪人 要多做好事 多做善事 家庭这方面的熏陶 对人的行为 或行事原则 都有一定的影响 让人不免把名利 看得很重 就是把自己的名声 名望 自己在人心中的印象 还有自己每做一件事 每发表一个观点 在人心目中的评价 看得很重要 人把名利 看得很重要 无形中 你对尽本分 是否合乎真理 合乎原则 是否达到神满意 达到合格尽本分 就看得不重要了 就看为其次再次了 而家庭对你熏陶的 人过流明 厌过流生 这件事 却变得特别重要 人过流明 厌过流生 这句话 深深地扎根在你的内心 变成了你的座右鸣 从小你就受这句话 影响熏陶 长大了 你也常常念叨这句话 来影响你的下一代 影响你周围的人 当然更重要的是 以此作为你 行事处事的方式与准则 更作为你 人生追求的目标与方向 目标方向错了 最终达到的果效 肯定是反面的 因为你做这一切事情的实质 只是为了明 只是为了践行 人过流明 厌过流生 这句话 并不是在追求真理 而你自己还不知道 你认为这句话没有错 人不就是为了明活着吗 常言道 人过流明 厌过流生 这句话看起来 很正面 很正当 所以你不知不觉 接受了这句话的熏陶 也把这句话 当成了正面事物 当你把这句话 当成正面事物的时候 你就不知不觉地 在追求它 在践行它 同时不知不觉地 稀里糊涂地 就把它当成真理了 当成真理准则了 当你把它当成真理准则的时候 神说什么话 你也听不进去了 你也听不懂了 你一味地按照你的这一句 座右鸣 人过流明 厌过流生 去实行 去做 最后得到的是好的名声 你收获到了 你自己要收获的东西 但是你违背了真理 放弃了真理 也失去了蒙拯救的机会 既然有这样的结果 那家庭对你的熏陶 人过流明 厌过流生 这样的思想 就是你应该放下的 也是你应该弃绝的 不是你应该保留的 更不是你应该 用一生的精力与时间 去践行的一句话 一种思想 它是一种错误的 思想观点的灌输 也是一种错误的 思想观点的熏陶 所以你应该放下 你放下的原因 不是仅仅因为 它不是真理 而是因为 它会把你引向歧途 引向灭亡 所以后果很严重 对你来说 它不仅仅是一句 简单的话 而是一种毒瘤 是一种败坏人的 手段与方式 因为在神的话语中 在神对人的 所有要求中 神从来没有 要求过人 要追求好的名声 追求好的名望 在人中间 留下好的印象 让人赞成 让人竖大拇指 没有让人 为了名而活着 为了留下好的名声 而活着 神只让人 尽好本分 顺服神 顺服真理 所以 这句话 对你来说 是你应该放下的 一种家庭 对你的熏陶 看到神话语的揭示 丽丝明白了 撒旦通过家庭 学校的教育熏陶 把各种撒旦法则 灌输在人幼小的心灵里 像人过流明 艳过流生 人活脸面 树活皮 这些撒旦毒素 已经成为人骨子里 血液里的东西 成了人的本性 人都身不由己地 凭这些东西活着 把名誉地位 看成自己的命根子 丽丝反省自己 从小就很在乎 自己在人心中的形象 为了得到 父母和周围人的好评 比其他的孩子都听话 常常帮父母做家务 也常帮邻居家干活 和小朋友在一起玩耍 从来不吵架 父母和村里的人 都夸自己 是个懂事的孩子 工作后呢 同事找自己帮忙 都是有求必应 有时和同事之间 产生摩擦 心里再不高兴 也不轻易发脾气 维护和同事间的 一团和气 进入教会后啊 还是很注重 在弟兄姊妹心中的形象 看到有的人尽本分 不按原则 应付糊弄 明明心里有火 想指点对付他们 但考虑弟兄姊妹 对自己的看法 就选择好言相劝 维护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像和罗杰相处 看到他活在肉体的蝉垒中 对待本分态度轻慢 耽误了工作 本应该指出他的问题 跟他交通 这样对待本分的兴致后果 但怕他对自己看法不好 说自己不体谅人 就好言相劝 甚至把他该做的工作都做了 罗杰对自己 没有真实的反省认识 对待本分的态度 也没有改变 不仅耽误了他的生命进入 还耽误了教会的工作 认识到这些 丽丝觉得自己 特别卑鄙邪恶 作为负责人 本应该维护教会的工作 对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 有负担 而自己呢 却一味地维护 自己的脸面地位 如果还不扭转 最终会被神验憎淘汰 一次灵修 他看到一段神的话 很受触动 全能神说 人性好得有一个标准 不是走中庸之道 不坚持原则 谁也不得罪 四面讨好 八面见光 让各种人都说他好 不是这个标准 那是什么标准 他对待神 对待真理 能顺服 对待本分 对待各种人 事物都有原则 都能负责任 这方面 大家有目共睹 心里都清楚 另外 神见察人心 神知道每一个人的实情 无论何人 谁也欺骗不了神 有的人总标榜 自己人性好 从来不说别人坏话 从来不损害别人的利益 也不贪图别人的财物 甚至在临到利益纠纷时 宁可自己吃亏 也不占人便宜 人都感觉他是好人 但是在神家尽本分 他却藏奸耍滑 总为自己图谋 没有一件事 能考虑到神家的利益 没有一件事 是吉神所及 想神所想 没有一件事 能为了本分 放下自己的利益 他从来不舍弃自己的利益 甚至看见恶人作恶 也不激怒 一点原则没有 这是什么人性 这就不是好的人性 不在乎他怎么说 得看他的活出 看他的流露 看他尽本分时的态度是什么 他里面的情形是什么 他喜爱什么 如果他喜爱自己的名利 超过对神的忠心 喜爱自己的名利 超过神家的利益 喜爱自己的名利 超过对神的体贴 这样的人 是不是有人性的人 这就不是有人性的人 他的表现 人能看得见 神也能看得见 这样的人 很难得着真理 读完神的话 利丝明白了 真正的人性好 不是外表有好的行为 或被人认同 夸赞就是好人 而是跟神一心 对神有顺服 对本分有忠心 能维护教会工作 看见恶人作恶 能及时揭露制止 看到弟兄姊妹做事 违背原则 或者凭败坏性情做事 损害教会利益 能爱心交通帮助 严重地实行修理对付 达到做事有原则 这才是真正的人性好啊 想想自己啊 真是太愚昧了 认为人性好 就是不发火 对人和善温柔 不争不吵 通过神话的揭示 才明白了 这个好的背后 其实隐藏着败坏性情 是虚伪诡诈 丽丝反省自己 和罗杰佩达 明明看到他耽误工作 不但不指出 他的问题交通帮助 还口是先非 说了一些劝勉的话 所做的这一切啊 都是为了维护自己 在人心中的好形象 看到自己啊 根本不是人性好的人 丽丝从神话中 对自己的问题 有了一些认识 也有了实行真理的心智 这次啊 得赶紧找罗杰 点点他的问题 如果交通完了 他不接受不悔改 就根据原则 给他挑成本分 丽丝忽然想到 罗杰整天活在家庭禅累中 其实他自己也很累 如果一味地对付他 点他的问题 会不会让他消极呢 但是不指点 又达不到解决问题的果效 想到这些啊 丽丝不知道怎么实行了 于是向神做了一个祷告 之后在神的话中 找实行路途 他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对待真正的弟兄姊妹 得有真理原则 不管人怎样信神 走什么道路 都能凭爱心帮助 起码该达到什么果效 第一 第一不办到他 不让他消极 第二能帮助到他 使他从错误道路上 回转过来 第三 使他明白真理 选择正确的道路 这三方面果效 都得凭爱心帮助人 才能达到 如果没有真实的爱心 那就没法达到三条果效了 能达到一条两条就不错了 这三方面的果效 这三方面的果效 也是三条帮助人的原则 这三条原则你都知道了 掌握了 但是具体怎么做呢 你真了解他的难处吗 这是不是又是问题 你还得想 他这个难处的根源在哪 我能不能帮助到他 我要是身量太小 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还随意乱说 就可能把他指到歪道上 另外 他这个人领受能力怎么样 素质怎么样 他是不是偏执的人 是不是通灵的人 是不是能接受真理的人 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 他如果看到我比他强 我还给他交通 他能不能产生忌妒 能不能消极呀 这些问题都得考虑 考虑透了以后 再去跟他交通 针对他的问题 读几段神的话 让他能从神话里 明白真理 找到实行的路 问题就解决了 他就从困境中走出来了 要真实解决问题 也不是简单事 必须得明白真理 把问题的实质 看透以后 能按真理原则 给人交通清楚 还能把实行的路 交通明白 这样 人不但明白真理了 还有实行真理的路途 问题 才算解决了 神的话 把怎么帮助人的原则 说得清清楚楚 丽丝明白了 得根据人的身量 了解人的实际难处 达到不半岛人 还得能帮助到人 让人从神的话中 明白神的心意 认识到自己的败坏性情 找到实行进入的路途 另外 与人交通啊 得用真心对待人 不能敷衍人 或者有别样的虽心 如果尽说一些 好听的伪心的话 即使说话柔和 也是虚伪的 是虚情假意 反之 如果是真心话 是为了帮助人 说话即使严厉一点 甚至是带着责备 也是合适的 如果把真理交通明白 对方明白真理不实行 甚至置神家工作于不顾 那就可以实行对付 严重地撤换 丽丝想到 罗杰是新人 也真心信神 只是因为生活上 有实际难处 要上班工作 工作与本分 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不知道该怎么实行 要针对他的情形难处 找相关的神话交通帮助 指出活在这种情形中的 危险后果 还要交通 神拯救人的心意 灵界征战 以及背叛肉体的实行路途 如果交通清楚了 罗杰还不扭转 你也可以实行修理对付 或者提出警告 再不扭转就撤换 有了实行路途后 丽丝心里一阵轻松 第二天 丽丝找到罗杰 丽丝说 罗杰弟兄 我之前不实行真理 听到你总说忙 没时间尽本分的时候 我就站在你的肉体一边 体谅你的软弱 外表从不对你苛刻 也不指点你的问题 其实 我这是在坑害你 现在 我想和你说一个 严肃的问题 是关于我们对待 本分态度的问题 丽丝交通完 罗杰懊悔地说 是的 我一直活在肉体中 与神的关系很疏远 当我情形不好的时候 我甚至觉得 尽本分是一个蝉蕾 今天通过这样交通 我才认识到自己的情形 太可怕了 感谢神 你说的话 让我感觉到扎心 但对我有帮助 从现在开始 我要好好尽本分 接下来的时间 罗杰虽然上班 还是很忙 但是他能合理安排时间 尽本分 也有些果效 看到这一幕 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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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